小金毛跟第二任妻子 再加上四个年幼的孩子 生活渐渐就变得有些平淡了 后来她跟有一个人透露说 妻子玛丽娜不再像以前那么亲密了 而且也不会因为什么话题 能够热烈的讨论起来 好像这些兴趣都没有了 但是有一些他们周围的朋友 有一个人的印象 其实当时玛丽娜还依然是小金毛最好的朋友 因为每当小金毛有艰难的时候 妻子就是她的精神支柱 还有人认为小金毛 在布鲁塞尔那时候刚刚认识 这个九岁的女孩妻子的时候 因为她们是小时候就认识发小 以前后来她再碰到爱上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发小是一个很爱玩的一个派对女孩 而现在呢成了一个家庭主妇了 加一加上又是个母亲 完了还是个律师 所以她不再是小金毛所需要的那种全职的 无可挑剔的至极 那么家庭生活就肯定免不了全是鸡毛蒜皮的 丈夫极不爱听的一些不快乐的事 尽管啊 有时候小金毛也挺享受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 但是呢她发现啊 因为自己的现在的生率 已经在这个地位啊 越来越高 吸引了很多的女人 慢慢的啊 她对妻子的忠诚度就开始降低了 自从她当了主编以后啊 她们的这个副编辑 就是相貌很优雅的啊 又活泼很聪明的 另外一个副编辑 叫帕特利纳 帕特利纳拉 太长了 我叫她派特吧 她们俩关系就开始越来越亲密了 这是一个已故的 以前一个议员的女儿 俩人呢 就是母亲是个匈牙利人 她们一家子啊 都是喜欢跟那些皇室啊 名人啊 混在一块儿的人 这个女人确实相当的聪明 写了不少机智的文章 但是好多人呢 批评她啊 也是说她的这个文章啊 可能是她吧 太热衷于开party了 有点不太专注于写新闻 因为你要往下跑啊 你要各种东西啊 反正她自己也承认 她是一个应该算是一个人脉极广的名媛 喜欢被一些名人啊 有资格的那些男人追逐着 她享受这个过程 她的以前的一个男朋友啊 就说过 其实呢 她母亲啊 一直逼着她 其实所以说呢 按说啊 这个pet呢 是挺想结婚生子的 但是呢 又不愿意被婚姻捆住了手脚 所以呢 跟这个男朋友啊 就是两人啊 就光订婚这事儿 就一拖再拖 就是因为这个小金毛不是特别愿意在这个办公室里边就搞这种聚会式的午餐嘛 就是一聚聚好长时间 差不多大中午好多人就喝醉了 还有加上跟办公室的长期相处吧 所以呢 她跟小金毛的友谊就越来越深了 小金毛呢 也觉得这个女人太棒了 跟自己一样啊 那么喜欢古代史啊 诗歌音乐全都有兴趣 而且小金毛后来还教她读这个希腊文 两人之间啊 发这个message 直接就是用拉丁文 这个派他啊 有一次就是在小金毛的那个乱七八糟那个办公室里啊 扒了 找那个他们午餐会要来的来宾的名单 结果呢 一扒了 发现了一个小金毛给自己手写的啊 浪漫浪漫 小金毛浪漫 18世纪的那个追随者 就跟我们现在很多人追随民国那个时候啊 但是你想想民国那时候普遍的老百姓是什么生活 被看到的被写下来的精英有几个是吧 反正小金毛那时候就是手写了一个情书 小金毛啊对女性啊还一直是属于挺腼腆的 从不会说主动出击啊表露自己的热情啊什么的啊 连身体语言都不会给你有的 自己啊在那自己闹腾那小心挠着 他绝对不是一个就是这样别人说的就是好色之徒 派特后来也坦诚啊 小金毛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朋友很少 呃 所以啊他其实有一种被人希望被人喜欢的那种感觉 他需要 完了呢 而且他不光是一个人喜欢 他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爱他 都喜欢他 最初两人相处这几个月啊 那小金毛就肯定陶醉在这个两个家庭啊 你知道那个男人啊有很多男人坦诚过 就是他们在婚外有的第三史的时候啊 那种矛盾那种激动那种小心思 就是他享受那个坐在那啊 脑子飞到另外一个地儿去想另外一个女人的那种 又痛又忧郁又快乐的那种啊 反正就是当然肯定也会喜怒无常嘛 就在这之间摇摆不定 而且是非常剧烈 因为他自己都坦诚 回到家啊看到家人啊孩子们啊向他扑过来欢迎啊 他心里边啊真的是矛盾重重 那回到这边上他小情人 一趴在身边一滴声说 我等了你一阵天呐 你来了太好了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因为这个派场啊 社交非常广 所以小金毛当时还因为这个派的 跟另外两个相当著名的历史学家 一种他认为的不是一般的友谊 嫉妒的要命 就一直觉得这个情人对自己 啊你跟他们有一腿对我不忠了 反正就是暴露当时啊 就暴跳如雷 应该说这种表现的一个是可能啊有那种霸占性啊 还有一个就是他本人有极度的不安全感 尤其呢他觉得跟那俩历史学家一比 他的智力上可能有劣势 完了呢他经济上也没法给这女的有什么 因为都得贴补家里去了 当然他也知道啊 我自己还不够漂亮 所以他呢就用大量的手写的信 写诗歌轰炸 轰炸的这个派的运头转向 这时候呢他们的婚外恋 已经遇到了一个 就是俩人必须不可能见面的 就是暑期 暑假了 小金毛呢这时候呢是带着家人到意大利去度假 但是呢这意大利度假呀他也想啊 就不行啊就受不了啊 就给这个女的打电话 不停的打电话 结果呢有一天还说我想娶你 回来后啊他确实跟这个派的他妈妈 还讨论过这个他们俩结婚的事 因为这个派的妈妈就是你要跟我女儿那什么 你必须结婚的 可是呢谈论了一阵吧就没动静了 派的呢是肯定不愿意做情妇的 再说了都交往八个月了 这时候派的发现自己怀孕了 小金毛呢是觉得 哎呀这下有个第二家也不错吧 所以他只坚持想让这个派的把孩子生下来的 可是派的说我可不愿意做单亲妈妈 你必须的跟我结婚 于是啊这派的就去见了自己的母亲 也讨论这个结婚的事 而且啊还真的咨询了离婚律师了 确实也跟妻子玛丽娜坦白了 当然妻子特别震惊啊 完了就说你不把这个婚外情给我解决了啊 我带着孩子我们走了 而且啊你现在就得把所有的积蓄都交给我 哎你自己去处理去 小金毛都同意了支票都写好了 结果第二天一大早看着四个年幼的孩子啊 围着桌子呢吃早饭 小金毛终于看到了他面对的现实 一个是家人一定不会同意的 另外呢就是各种的就是对抗啊打呀 尤其包括孩子啊 再加上从他把所有积蓄都给了妻子了 他得养这个家 完了在那边那种他的资金上的紧张贫穷 一下子就让他想起了自己的父母离婚时候 自己的经历 小金毛退缩了 那派特就堕胎去了 小金毛也郑重的向妻子承诺了 说婚外情结束了啊你放心吧 没想到妻子真的相信 但是啊小金毛肯定是撒谎了 后来这个派特啊 在他的回忆录里也写到 小金毛之所以对这个妻子不忠啊 是因为啊他有一种那个 就是18世纪那种英雄的主义的里边的有一种 另外一个东西 还有就是他有土耳其血统啊 哎他一直特别标榜 超级骄傲 尤其土耳其那边什么一妻多妇嘛 不是一夫多妻嘛 对吧 所以他觉得啊 现在这个一夫一妻子这个问题啊 在这方面 他偏向于他是东方人 当然要自由主义的时候他有西方人了啊 这是他的双标肯定是 好像所有人都这样 自己舒服的自己就认可 最令人费解或者是鲁莽的是啊 他甚至认为作为一个政治家 他还可以继续他的这个婚外情 那绝对是不可能啊 好下期接着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